欢迎回到大秦小鱼,深挖人性善恶,下面开始今天的精彩内容,尽管报警,我上面有人,哎哟哟,上面有谁啊,叫出来瞧瞧,江苏某商业城附近,发生了一起打架斗殴事件,三个当事人同为女性,打人的墨镜姐和她妹妹体型彪悍,几乎把瘦弱的小丽按在地上打。 小丽漂亮的脸蛋,没了,孩子还被吓得尖叫啼哭,周围的过路司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,却遭到墨镜姐恐吓,对方很是嚣张,直接说自己上面有人,大家都是平民百姓,听到这话只觉得刺耳不已。 他们最讨厌那些世家子弟,仗着身份在外面横行霸道,女孩的话无疑激起了民愤,大家不仅没有退后,反而还向前质问,同时也希望他们放过那个受伤的女孩。 2013年1月1日元旦节,小丽不想在家做饭,决定去商场庆祝佳节,她家境普通,平时也要忙着工作,很少出去外面,这些都是省钱。 但是节假日这种日子,怎么都算是一种仪式,加上那天小丽也很想出去看看,便想着一家人在外面好好聚一聚,这其中最开心的就是孩子了。 到了商场的时候,丈夫王先生在单位加班,无法按时赶到,小丽觉得有些可惜,毕竟都已经约好了。 之前中午的时候,丈夫明明说可以早点下班回来,可是后来却临时被领导安排了任务,这换谁都不爽,小丽也因此有些生气,可是她也知道丈夫的工作性质,而且对方又是个工作狂,平时将工作看得很重要,因此小丽最后还是表示了理解。 因为丈夫无法及时赶到,孩子又一直在嚷嚷,小丽也没有办法,她只能带着孩子先去商场。 这么好的节日,小丽难免要打扮一下,她就化了一个漂亮的妆,穿着时尚的衣服,她本来就长得漂亮,身高腿长,皮肤白皙。 化了妆之后,整个脸蛋变得更加立体,而且她化妆技术很不错,根本就看不出一些大改的痕迹,眼妆更是很好,眼波流转,看起来风情万种。 而且,她还卷了一个热烂的波浪卷,一直等到下午五点才出门。 小丽开着自家白色小轿车出门了,刚出门,车子就寸步难行,好不容易有个空位,也会被其他车子迅速插进来。 小丽显然低估了大火在节日出行的热情,早知道错峰出行,这么晚出去,也不知道商场还有没有停车的地方。 怕什么来什么,商场地下停车厂塞满,只见车子进,不见车子出,很多车子逼得停在路边,小丽发现路边的位置也一个个减少,到自己可能没了,只能开着车到处找其他能停车的位置。 小丽兜了一圈,能停车的地方都停满,唯有停车场出口,黄色网格线空着,她就把车停在这里。 按照规定,黄色网格线不能停车,但拿到驾照很少开车的小丽,已经把交规常识还给了老师,还沾沾自喜,这么宽敞的一个位置,竟然没人停车,那些人多傻, 还好我聪明。小丽停好车,就带着儿子进商场大吃大喝,同时等着王先生下班过来,隔了十分钟,她的手机要被王先生打爆,她以为王先生来了,然而王先生对她一顿剔头盖脸痛骂。 你个蠢女人,把车停在了哪里,快下去挪车? 王先生从来没这么大骂过小丽,小丽委屈上了,老公,你干嘛凶我,罚你给我买个包。 王先生气到说不出话,他正忙着工作,忽然有好几个陌生人给他打电话,他接起打得最凶的那个,那边传来一个胖女人粗暴的吼声, 你的车挡住我们出来了,快滚过来挪车,不然我找人修理你。 王先生还要一会儿才去商场,就打电话给小丽去挪车,小丽此时吃得不亦乐乎,王先生打了五十个电话,他一个都没接到, 还是吃完了,才看到五十个电话后,小丽才到停车场,这里早已堵成一锅粥,想出来的司机都气呼呼按着喇叭, 小丽听到喇叭声震天响,才知道事情已进入白热化。 小丽来到车旁,要为那台被自己挡着的宝马挪车,宝马下来一位穿着紫红色长裙,烫着泡面头,戴着高档墨镜的胖女人,这位就是墨镜姐。 墨镜姐猛地摘掉墨镜,推丧起小丽娇小的身板, 你就是那个开着破国产,停在网阁线上挡路的人啊, 你知道我时间有多宝贵吗?竟敢耽误老娘的功夫。 小丽虽然开着国产,不如宝马那么贵,但她也不是好欺负的, 甩开墨镜姐的手,你宝马不也是个三十万档次的吗? 我还以为多有钱,本美女给你挪开就是,你,你讽刺我? 墨镜姐听出了小丽话里有话,不仅讽刺她开着个低端宝马装复, 还讽刺她体型肥胖,不如小丽漂亮。 小丽羞地一下钻进车里,把车挪出网阁线, 墨镜姐就能开着自己的车处去了, 后面的司机松了一口气,他们也终于能走了。 没想到啊,没想到,小丽那一波讽刺,让墨镜姐当众下不了台, 她为了出气不走了,还把车里的妹妹叫出来。 墨镜姐的妹妹同样不好惹,闻着两行藏青色的通天眉, 小丽知道闻这种眉毛的中年女人不好惹,念在自己孩子在场, 给墨镜姐道个歉,就要重新找个地方停车。 墨镜姐的妹妹却不放过她,转头跟墨镜姐说, 姐,反正咱们上头有人,你还怕她吗? 提起上面有人,墨镜姐对妹妹这个提议点赞, 就一起围殴小丽,小丽的身板经不起墨镜姐姐妹沙包那么大的拳头, 很快被打吐血。 孩子看到妈妈被打得满口是血,冲到墨镜姐妹拳脚下护着小丽, 墨镜姐妹也是没有人性,孩子都挨了几拳, 他们还不停手,这下连周围司机都看不下去, 拿起手机报警。 墨镜姐妹忽然哈哈大笑,路人尽管报警, 他们也拿出手机把自己的后台叫出来, 两拨人就各自打电话叫人, 不久冥警先赶到,小丽已经被打得血肉模糊, 嘴里还哀求冥警给她一个公道。 冥警看着孩子在旁边大声喊妈妈, 他们也是有孩子的人,心里泛起一阵酸, 会给小丽和孩子一个交代,便要带墨镜姐妹先去派出所说明情况。 民警拉着墨镜姐去警车,墨镜姐却大发脾气, 她后台来之前,她哪也不去,现场车来车往很不安全, 民警耐心劝导墨镜姐先到派出所, 墨镜姐就是不肯,双方就开始你拉我扯。 这时,一辆宝马商务车飞快朝他们开来, 墨镜姐看到这台车高兴地手舞足蹈起来, 我后台来了,我看谁还敢碰我。 民警愣愣盯着那台车停在自己跟前, 车一停稳, 司机先下车, 毕恭毕敬站在车门旁边, 替里面的大人物开门, 大人物不慌不忙, 在车里点燃一根香烟, 才蹬着高档鳄鱼皮皮鞋出来, 墨镜姐看到她, 都收起了刚才的嚣张, 像个小跟班迎接她的到来, 而大人物在司机手上弹了一下烟灰, 用闭腻众生的眼光扫视周围, 并不懈地开口道, 是谁要带走我的人, 你给我出来。 刚才报警的人都被大人物的气场震慑到, 不由自主回到车里看好戏, 只有一人坚定地走上前, 这个人就是民警, 按照法律规定, 打人是不对的, 民警带墨镜姐去派出所接受调查, 完全是合法执法, 这个大人物有什么不满, 也可以跟她去派出所了解情况。 大人物眉头一紧, 她刚才只顾着看周围的人, 都没注意到现场还站着一位民警, 墨镜姐不是跟她说, 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要带走她吗, 怎么变成了民警? 大人物找来墨镜姐问话, 墨镜姐宛如一只兔子, 躲在妹妹身后, 而她妹妹跟着瑟瑟发抖, 不敢看着大人物的眼睛。 大人物把墨镜姐揪出来, 三人复盘了刚才的事, 大人物听完了整件事来龙去脉, 越听越紧张, 鹅角冒出细密的汗珠, 民警还等着他们撒聊晚, 大人物不敢让民警久等, 只能丢下手中的烟, 乖乖走到民警面前道歉, 您叫我小杨就好, 我老婆给你们制造了那么多麻烦, 我们愿意赔礼道歉。 大人物这前后巨大转变, 不只是看热闹的司机看不懂了, 就连民警也看不懂, 只好把他们一起带到派出所细说, 墨镜姐最终还是来了派出所, 只能把自己刚才做的事原原本本说出来。 墨镜姐跟大人物其实是夫妻, 不过丈夫的后台并没有多硬, 只是一个生意做得比较成功的商人, 墨镜姐就仗着家里的钱多, 平时不把普通人放在眼里, 今天是气糊涂了, 竟然都不把民警放在眼里, 民警叫他往东他偏往西。 墨镜姐当着大伙的面, 都说自己有后台, 如果不把后台请出来, 她的脸面都要丢光了, 但是她也知道丈夫肯定不敢出面, 得罪民警, 她只能骗丈夫是小丽要把她带走, 丈夫上当了, 坐车来给她撑腰, 结果看到是民警, 吓得两条腿都软了。 医院那边传来小丽的消息, 她脸上被打出十多道血口子, 身上多处骨折, 这几天肯定生活不能自理, 王先生在单位知道事情闹得这么大, 也后悔自己在电话里骂了小丽, 马上跟领导请假来医院照顾她。 莫静姐在民警教育下知道打人是错误的行为, 重则构成故意伤害罪,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, 她只能带上诚意去道歉, 而医院还要给小丽做伤情鉴定。 如果莫静姐对小丽的伤情达到刑事标准, 她就要进监狱服刑。 小丽也在医院反省了自己的错误, 网格线内不能停车, 违反道路通行规定, 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, 她养好伤之后, 就会重新复习交规知识, 不再给人惹麻烦。 同时这件事也警示大家, 不要瞧不起他人, 人人生而平等。